大家好 我是艾弗瑞 中程的遠征 其實就是 平常自己愛碎碎唸 留下來的一個紀錄吧 也沒有推薦給什麼人啊 因為覺得自己 覺得這個節目可能也還沒有很好 就還在摸索階段 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然後旅行的是 講旅行的是也只有當下會比較清晰 所以我都是當天錄 其他生活的事就想說 就另外錄 這一集 原本應該是要上 越南情的第三天 只是最近發生一些事情 我就 因為 旅行的事通常都預錄的嘛 我這就插播一下 最近有一些比較想說的事 每天一集 也錄了15集 也沒有宣傳 在起碼自己的朋友沒有宣傳 因為覺得 做的沒有很好 就跟一個 上班 最好的朋友 Leader宣傳 跟 還有 妹妹跟爸媽 不過爸媽他們應該也沒在聽吧 那當初會想做Podcast 也是因為 我媽的聲音很好聽 然後 她講的話 平常我們家聊天的時候 就是 噹哩啪啦就可以聊個三四個小時 就她講她生活裡面的趣事啊 靠北她老公就是我爸 多摳啊 然後 多不會進步 反正就是 鬥嘴啊日常鬥嘴 所以我 推薦她來做這個Podcast 那她現在也覺得做得不錯 雖然我沒有看到她後台啦 可是我覺得 欸 我這個後台一集 起碼Apple上面 平均下來也有七八個人聽 還蠻神奇的 算是一種小小鼓勵吧 因為我覺得 這也沒有做得很好啦 就 慢慢做吧 看可不可以 繼續 未來的能量 看以後 嗯 比如說錄個一年啊 兩年啊 三年四年五年 之後真正退休的時候 這件 現在做這件事 不知道會不會對我未來 有任何靈影響 反正就每個禮拜一集 那我就沒有壓力的 繼續做這件事情 最近上班 不知道怎麼樣 就是發起那個 我本人啦 我本人發起一個 我就爛運動 就是 呃 被指責什麼 就我就爛 就像這次我們廠啊 有年度協議組織 就是年度跟廠商公安的會 啊我 我艾弗瑞是那個 Safety Sponsor嘛 然後這個 其實我是覺得蠻喇賽的啦 因為他年度要找公安來開會 可是我們一個課找公安 就二三十個 啊我看隔壁課比較好的課 他們找五六十個公安 然後 要找來開會 要填資料 他們給我資料 我要上系統填 啊填完還要再給他 然後 開完會再給公安簽名 這一切的一切 超級 繁瑣 然後 繁雜 如果你不要出錯 你就是要很專心的 然後 一對 對 對他寫給你的資料 然後一對再對 可是我覺得 我們平常公司做的事 跟這其實蠻不搭嘎的啦 啊我本人 也不是太隨便 也不是太謹慎啊 我可能正式我就挺多填完一次 我再對一次 我就上系統填完就印給廠商啊 啊當天當然就 非常的複雜啊 非常的混亂 然後就有一個廠商 就他平 就他跟我拿錶單 當然我寫錯啦 他就跟我講說他們的 Mail 這個Mail的尾罪詞啊 後面的 已經很久沒用了 喔我說好喔 很久沒用 那我就再改囉 因為我這個懶人 我都是上系統直接複製去年 啊去年的人填什麼就填什麼 然後我就對名字啊 我想Mail這可能也不是太重要的 我自己摸摸這麼覺得啦 然後 就錯了嘛 然後後來去的時候 因為今年系統又大改 區域的地方也有會錯的 就很崩潰 那錯了 反正他又來call 然後他後來就說 反正他電話中 就說 你可以拿來會場嗎 因為會場是在另外一棟大樓 要等電梯等很久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已經回 回辦公室上班 在做平常宿物要做的事 我說 你來拿 我現在不在那裡了 然後他 反正他應該很不爽吧 他說 到底為什麼會錯這麼多 我們到底是 哪邊需要修正 然後 為什麼會一錯再錯 我給你的資料 就不能好好的填嗎 然後我聽完這個我就 我就崩潰了吧 算是崩潰 對 因為有一個勾選的地方 我很確定我對的時候是 他有勾 然後他就說 他這個沒有勾 然後後來他來的時候 我就印下他傳給我的 那一張表格 那我就去跟他理論 我就說 這有什麼好檢討的呢 我就是我填錯啊 講實在一點就是我填錯嘛 你講的沒有違罪啊 然後 公安換人啊 這都是我填錯 這沒有什麼好 堅持好檢討 就是我錯了 我 艾弗瑞填錯了 那至於你說 什麼 不能好好勾嗎 你給我的就是錯的啊 對啊 然後途中我也是突破天氣 身為一個 算是假方吧 那大陸的用詞是假方 我說錯了 我就爛 那我就是填錯了 對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很愛用這句話 對 那他 可能當下也嚇住了吧 怎麼會有 因為我們平常公司可能 別的公司可能比較幾八吧 對啊 反正就 他也嚇到了 我說就互相啊 你給我什麼 我會錯 你會錯 這有什麼好檢討的 錯了就是錯啦 嗯 對 那我反正 最近也發生另外一件事就是 夜班 的製造部 他做烤箱的時候 等於可能夜班精神不好吧 手去類似壓到門封的地方夾傷了 就公安了嘛 那上面的人就很優秀的要出prevention 對很棒 就是 什麼都要prevention 成為在一家優秀公司做事 什麼都要prevention 下面的人沒做好就是要prevention 問題是 你如果這樣要做prevention 他就是一個門 那你夜班精神不好 就 夾到了 那我實在是 不是很好理解要怎麼做prevention啊 然後 反正長官就說 比如說 喔 門做阻尼啊 你第二段的時候要多用力一點 那他就不會夾到 嗯 對啊 我是覺得這個如果當做結案的idea 我覺得蠻不錯的 可是 真的有些東西本來就沒有辦法prevention 像 像你法律你要怎麼 防範這些壞人 啊就是會有壞人 你的法律就是防範這些壞人啊 那怎麼 你夜班精神不計 你不小心的時候就是不小心啊 那當然 那 長官的部分就很想要用一些系統面的部分來防範 那我們下面也是 所以最後多了很多為了結案而結案的action 反正他們開心啊 對啊 嗯 我覺得勇於承認錯誤對我來說是 我 算是逃避現實一種方法吧 對啊 你如果不承認錯誤 我是覺得活得很累啊 你什麼都要裝懂 像我們課上就是專門吸收大家負能量的那位人熊 他的烤雞一路都不錯 然後 也是飛王騰達 他已經從助攻變攻了死了 那他 唉 我是覺得人沒有問題啊 問題是他太愛表現 他很愛 就想一些idea 然後是做不到idea 然後反正 這些東西都很對我剛剛 講的那些prevention 那些掌控胃口 對 反正他就一路這樣上來 因為他原本是助攻 他不需要做執行面 那反正我們這些工人師呢 就心地比較狹窄 我們比較黑暗 我們就是怕事 每次聽到他講這種社後不理的話 就 心裡就非常的幹 那 他上來了嘛 然後最近 因為他是助攻轉攻的師啊 最近他PM的時候 我 他就 因為我們 我們的設備其實 每次都會側漏 就是類似側密封信 都會側漏 那他有一次 他P 因為他現在在轉換嘛 助攻轉攻的師 他還是有在PM 那PM的時候他就說 就露率都抽不下來 這對我們來說是 非常大 非常的嚴重 就類似你的那個瓶蓋啊 你可能 你平常可能沒鎖緊的 差一轉 或是 差一點點的話 可能是他露率可能是差一點點 那他完全抽不下來 是等於是類似你蓋子都沒有蓋的那種感覺 那反正就 嗯 我們課上 雖然他是幫我們吸收負能量的人 可是大家很好 大家還是有去幫他 那最後 就發現是有一個類似 瓶蓋吧 沒有鎖緊 嗯 那他當下第一反應是說 嗯 我覺得這個瓶蓋有問題 我確定鎖緊的 他怎麼又 倒出來一圈 半圈 反正千錯萬錯都不是他的錯 我聽到就蠻想笑的 對啊 我覺得這樣活得好累喔 不過 某些人就是這樣喔 生活中一定有些人就是愛不懂裝懂 對啊 然後就 全部都不會錯跟我爸一樣 就是他 千錯萬錯都別人錯 然後都自己有想法 嗯 都有理由啦 對 我覺得做蠻累的 會不會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不知道是因為我父親這樣或我爸這樣 我才 最近可能發展出了一個我就爛的技能 可是我就爛這技能呢 我也會生氣喔 就是有一些同事就是說 反正他們會指責我很爛嘛 可是我有時候會搶回去說 我就爛是我對自己的一種調侃 我認錯的一種調侃 而不是說外人可以直接對我說 喔 你做事這麼爛然後 呃 要怎麼加強要怎麼加強 或是怎麼這樣 因為 其實我還蠻自豪的吧 其實我回公司到現在 我的考基其實都拿不錯 雖然我的態度可能不是最優良的 可是 只要 分派給我的事 我通常也都做得不錯啦 蠻有信心的 也值得公平 所以我覺得我就爛是不能 別人講你 不能別人講我 可是我可以自己講 別人講的話我會說 那你是質疑我的值班品質 你是覺得我在哪裡有頭夾包嗎 或是哪邊沒做好嗎 要不然你就躺開來講嘛 什麼叫我平常態度怎麼樣 我覺得 當然上班苦你就是要找點樂子啊 或是坦蕩一點 沒做好的事情就沒做好嗎 對啊 我沒做好就 下次做好囉 我覺得 我覺得 說好實話 如果我 有沒做好事 那MO的話 那我MO的當下 MO就miss operation嗎 少做食物 這在我們 是很嚴重的一個指責啦 對啊 我當下一定都是想把事情做好的 那我當下抱持了這個心 然後我也覺得這是最好的決定 然後最後的結果是miss operation 那我就認了 對 因為我 在我值班精神最好的時候 萬事俱備的時候 我做了這個判斷 那當下我覺得這是最好的判斷 最後是miss operation那就錯了 不過我的每一個action跟每一個判斷 我都很對得起我的良心 對 雖然我就爛 我就喜歡偷懶 我不喜歡上班 可是我 對得起我的這份判斷 對啊 我自己的認知是這樣 對啊 那當然 講到工作就 其實 我是覺得 呃 說老實話 艾弗洛瑞算會投胎吧 對啊 就是 我不用給價錢 也沒有負債 就 算是我養活自己就好 所以 我就跟 同事說 跟我的 好朋友leader或跟我的同事說 我的 成就感 不在 不來自於公司啊 對啊 不來自於這份工作 跟我的金錢 也 就領我的底薪就好 我如果 你給我最爛 我去拿底薪我也可以好好的過火 對 所以 說老實講 可是最近這個就有點 衝突了 因為我覺得我喜歡做這份工作是因為 我喜歡這個團隊 這個團隊 就 出腦的出腦啊 出手的出手 啊 出力的出力 大家都 分 做自己份內事我覺得都做得很好 可是 因為現在 嗯 景氣比較不好吧 Wire 反正最後 就人一直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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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已經 其實有慢慢的破壞這個平衡 就 很明顯是 我少做或我沒做的東西呢 就是要有人做 那就是要有人做呢 就是 會 增加別人的負擔 對 那 喜歡這個團隊 然後又增加別人的負擔 就 還蠻矛盾啦 我是這種感覺 我是覺得蠻矛盾的 因為以前人多的時候 比如說都可以用 negotiate 用談判的方式嘛 比如說 我多這一點東西 然後你多那一點東西 那現在不是 現在已經人少到 一定就是一大塊 東西要分給別人 那像 我們最近就 小leader 就可能要接比較多業務啊 然後 然後 可能 剛剛講那個助攻升起來嘛 然後我們又有一個人被調走 所以 整個工作分配 我是覺得 那個 衝突感還蠻嚴重的啦 就我不想多做事 可是看著我的 好朋友 我喜歡的團隊 其他人多做事 我覺得 心裡還是有點 矛盾 因為 好朋友Leader每天都 每天 都很晚下班 對 八九點下班 然後 O2的Sponsor Leader O2的Sponsor 還要幫忙大家 想雞臺的問題啊 然後 GoodCoster 吊料啊 就覺得他 真的很忙 可是 我就不想要多做事 對啊 我覺得 我對得起這份薪水 跟對得起這個 我覺得公司給我薪水 應該就是買我這八小時的時間吧 對啊 我不想要再多給他了 對 我不想要 就是 六十分可以的 我不會想要做到八十分 也不會想要做到九十分 我就六十分 然後 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可能才在轉眼 把問題是 我也不知道耶 為什麼會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 真好 我是覺得 對我來說好像 比較難想像 可能我比較 不幸吧 我沒有做到興趣跟 做到有興趣的工作 對 所以就 衍生出另外一道題目 就 最近聽那個 財經號角啊 就 每天會直播 早上八點半會直播 財經節目那檔節目 他上禮拜五有說 推薦一本書吧 反正類似是 財務獨立 嗯 他導讀就一語驚醒我 對他說 其實台灣人或華人世界有一個詞 是蠻吸引人的 就是財務自由 就 你不工作 錢就會自己來 就你不需要去賺錢 就有財務自由 聽起來蠻魔幻的 對 然後 他說歐美人 浩哥是說 歐美人沒有財務自由這個詞 他們只有 financial independence 就 財務獨立 對 那他說這個兩個概念是 完全不一樣 不過 FIRE運動就是提早退休 這個概念我其實很早就有 可是我一直沒有認真的參透 去把它兩個 mix起來 對啊 我一直覺得 我也好想要財務自由 我不想上班 然後今天聽古萊講 古萊 其實你想要財務自由 換個說法就是你不想上班 你不想要做這份工作 所以你想要 財務自由你想去當全職投資者 不過你去當全職投資者而已 那投資這件就會變 這件事就會變另外一個工作 那可能你又更痛苦了 你會掉入另一個痛苦的循環 對啊 然後 財務自由 財務獨立這個概念就突然好像驚醒我 就他說 你財務獨立 就是 你不需要為 金錢去選擇你的工作 你可以因為 你可以去選你喜歡做的工作 你喜歡 可是錢可能比較少 像 愛佛瑞就會滑雪跟潛水 那可能我財務獨立以後 就可以去當滑雪教練 或是 或是潛水教練 或比如說兩三年後 我podcast的 我 口條比較好 我講的東西 比較有人喜歡聽的 或 blog 我們原本做的 愛七日記這blog 可能 又有主題要寫 然後寫的也不錯 那當然 然後就可以開始環遊世界 類似啦 反正就是你可以不需要 因為哪邊錢多 就去哪邊工作 對 像現在在科技業 可是 我覺得工作對我來說 一點 一點都不有趣 是工作的人 那我覺得有趣 工作本身一點都不有趣 永遠在寄特利啊 永遠在排雷啊 然後 true case永遠是負面的嘛 因為設備工程師 true case就是報廢囉 要不然就是人員夾商囉 永遠在出如其來這種鳥事 我覺得 就是在處理負面人那樣 都沒有有趣的事情 對沒有突然說 喔幹你今天機材 突然run200片 那怎麼可能嗎 我們是理工科的 啊他平常弄100片 那他就是極限就run100片 怎麼可能 今天突然開頭講開200片 所以平常工作其實很少那種 好事發生 通常都是要 如果你要在這邊 這個工作 呃 飛黃騰打 你就是要把壞事包裝成好事 嗯 就像我前老闆一樣 就是 呃你可能報廢啊 或是 low year 或是 available 你把他包裝的比較好聽 然後 可以有一個CIT 有一個project 可以讓他繼續購 然後放到上面就喜歡 對 不過我覺得 以本質上來說 我們碰到的事情都是鳥屍 對 所以艾佛羅也不喜歡 那 突然聽到這個財務獨立就覺得 欸 那我搞不好40歲我就可以財務獨立啊 我就 反正 潛水教練我知道賺的很少 對啊 然後又辛苦 欸我去當滑雪教練 滑雪教練應該 可以打平我的生活吧 或是像之前在艾爾蘭 之前跟艾美麗在聊 之前在艾爾蘭打工度假那一年 真的過得好開心喔 不過後來我就跟他 嗯 點破啊為什麼會開心 因為你不用存錢啊 你存的錢都拿來玩啊 不用存錢 你一週 我記得那時候週薪是320塊歐元 1萬多塊 換算台幣也4萬多 一個月4萬多 然後 基本上那邊是包吃包住 對其實 那些錢就拿來玩 啊平常就是去上班 啊平常 晚上上班上 晚上5點到11點 就6個小時的班 那如果平日的話 可能一天才三四桌內用客人 或是然後十幾桌 十幾桌 十幾桌外帶客人 其實蠻清閒的啊 就在那邊拿迪賽 然後滑手機 嗯 其實那 那真的是歲月靜好 無聊就是福 然後聽音樂 嗯 蠻 我覺得是蠻魔幻的啦 那那種生活 當然是不可能一輩子啊 以我們華人這種 奴性 大家奴性這麼重 大家都要為未來著想嘛 你那種生活過後來 那你的未來怎麼辦 大家都會想未來 欸 那我就突然想 欸那我是不是可以就 欸那我 賺夠錢我就去做 我就可以去做我喜歡的工作 對啊 突然一語驚心 我現在36歲嘛 艾佛羅也36歲 可能40歲 路趴可以路到40歲 不知道有沒有進展 那40歲以後就去 當滑雪教練 可能南半球北半球跑吧 對啊 想是這樣想啦 對 反正也沒買房子沒小孩 可能比較沒有掛礙吧 對啊 又到了年底要打烤雞的日子 唉 烤雞這種事情真的是蠻魔幻的 對啊 捐人的藝術 那現在我們這些老場 就是新人感覺也是 招來然後要捐的時候就要捐掉 嗯 畢竟 唉 老闆也不是白癡啊 當然是他希望捐人完以後 對自己客上或對自己手下的那個 影響音配是最小的嘛 所以他當然會挑 比較沒有影響的人捐 那 要怎麼樣 對他影響比較小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 新人囉 因為你新人的loading 已經是 慢慢加的嘛 你不可能 一下就顧比較難的機台 然後還有顧業務 不可能 那 那像你捐一個 支撐功能師 就是等於是 你就要煩惱說 唉他這機台比較難呢 要只加給誰 然後他可能還掛來一些很靠北的業務 比如說什麼PTS啊 Auditor啊 PMS啊 或Safety 這種很靠北的業務要給誰 那當然就 長官就會煩惱 所以 我覺得長官的想法 應該 每個長官應該都一樣吧 他不可能說 就自向遠大說 我要 我要為公司付出 我要養一個人才 全能人才 然後去丟到新場 幫他們 建場 應該比較少吧 大家可能都 身為一個主管 當然是要好好維護 科商運作 對啊 所以 捐人真的是 所以我覺得烤基也是一個捐人藝術的一環啊 對啊 因為像很久 可能很久以前 你每個老闆都這麼想吧 所以你捐的人可能就是 比較 新 或是相對沒有那麼好用的人 那為什麼不好用呢 可能有些人就是比較不適合 這份工作 或這個職缺嗎 像比如說 有些人可能是 廠商管理能力很好 可是像我們在老廠 哪有什麼廠商給你管 全部都自己來 所以你在這邊的話 你可能 做事會做得比較掙扎 比較痛苦 你的手藝可能不好 你的腦子可能不好 那當然你的烤基就一直會不好 那烤基不好 對 如果我們的老闆捐了這種人 對面可能 最後他很不幸的 他的相信也不符那邊的話 就會覺得 就來了一個不好用的人 所以最後那邊也很聰明 那邊 新廠話來說會挑 比如說要烤基好 或直接 要直擊 比如說要直接要主任工程師 或直接要自身工程師 對 那所以我就覺得 喔 除了這些以外 還有可能說要烤基要好的啊 要 比如說 最好是 最好是 一級 然後第二好是二級 第三好是三級 最爛是四級的話 他可能直接說要二級的工程師啊 嗯 那這時候就有操作空間喔 身為一個老闆你想要 避免 我是以老闆的角度啊 當然是沒有一個老闆 親自跟我講 我是覺得要是我的老闆 我應該會 養 不那麼優秀的人 讓他 不要拿爛烤基 那起碼 推出去呢 也比較不會被退貨 對 所以 烤基跟你的能力 真的不是 直接的掛鉤啦 只要有人就有江湖 就有政治 對 那我覺得烤基也不需要太糾結 反正你拿那個烤基 你去跟老闆拍桌子有用嗎 沒有用啊 我就沒有看過有用了 搞不好你還會更黑了 對啊 應該我覺得 沒 應該比較少那種變態的老闆 就是想要給你看你不爽 要給你浪烤基吧 我覺得 呃 可能我們那場都是正常的吧 其實我覺得沒有這麼病態的人 我覺得 我覺得 要是我的老闆 我要給一個人爛烤基 我會非常的掙扎 我會非常的糾結 非常的難受 對 因為 我覺得都是保 每個人 都有他的用處 雖然他的用處 可能不符合時代的趨勢 是不符合公司的規範 不是啊 不符合公司現在的發展 可是 每個人都有 發光發亮的地方啊 可是你不能因為他發光發亮的地方 不屬於主流區就說到不好 要是我聖手板的話 我會覺得 嗯 要給人家爛烤基 我會覺得蠻痛苦的 除非 當然如果有一個人 今年出大包 那當然就發財啦 就直接給他嘛 如果大家都差不多 就很難受啦 嗯 所以我覺得 烤基真的是 政治 只要是政治就是 有臣服 有手腕 有綜合因素 對啊 也不用想太多 那這就是最近 上班的 感想跟感觸吧 對啊 因為 像人少真的是上班越來越苦 對 我們Leader又去接了另外一個 Central的事 那等於是 客上又少了一個人 那老闆 也是 我們老闆就是 我們的Leader身上去 所以他很了解客內運作 所以 他 也很少增加我們的Loading 講實在話 因為他也知道大家不簡單 大家都好好的在他的要求 或是軌道上做事 他也沒有要求 沒有像星光山那三把火一樣 就是瘋狂的加東西 我真的覺得 不知道是 優秀的儒家思想 對啊 我覺得東亞 好像亞洲一代的人 都很適合 很喜歡加規則 那西方人好像不會喔 西方人就 在意自己的自主想法 像以前 防疫期間 就全部都是亞洲 這邊的人在 完美防禦 對 全部都一律一直加規則 加口罩啊 然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對 然後就覺得 西方那邊的人 怎麼這麼 隨便這麼放空 可我覺得 你加規則真的是好像 是社會共識的 就是加規則的人 或緊張的人 或是 煩惱比較多的人 就感覺比較睿智 對 你看很多嘛 你想很多 所以你會煩惱很多 然後在 現在這個社會氛圍 就是比較睿智 然後你下 然後 如果比如說 像我比較 隨便或是 快速就可以做出決定 就會 大家可能覺得 嗯 這個人到底有沒有在想事情啊 有沒有在 有沒有在 思考 對 就會被question 可是我覺得有些事情 想那麼多 不會 比較用啊 不會比較有用啊 或有一些過度管理 或是過度怎麼樣 就很蠢啊 對啊 我覺得 過度管理真的是 每一個管理者 嗯 可能都要想一想的吧 不過 我也不是 我只能 在下面想 上面在想什麼 不過 每個人都要烤雞肉 每個人都要有產出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 艾弗雷說 我就爛 對 我上去我都不管 讓下面自生自滅 然後 我不管 他們也可以亂很好 乾應該沒有這種場長吧 我在想 應該也沒有這種布景吧 什麼都嘛 要問一下問一下 好像自己有參與 當然不是說這樣不好啦 可是 氛圍這樣就 如果 有一個比較不明智 或比較北七的 或為了 為了question 而question的長官 你就會真的很痛苦 就是 他不是為了要讓你更好 可能他初衷是好的 我相信每個人的初衷都是好的 可是你的結論就會很鳥蛋 真的我覺得 這個社會 呃 出自善意的 混蛋 出自善意的 惡 惡行 真的不少 對啊 可能 我也不是 我不是左派吧 對啊 就是 覺得就自由發展吧 每個人不一定都適合做什麼 就 因為 一個詐騙 你就要 雙重驗證 三重驗證 四重驗證 然後還有人 在警局被警察 勸了也勸不出聽 然後就因為要為這些人 你要一直加規則 然後 現在我記得之前我們的 Safety 就是ICP 又發布什麼 在 辦公室不能用美工刀 哇操 他真的超優秀的 超優秀的規定 那我以後 吃飯也不能用叉子 也不能用快的 尖銳物 以後都跟監獄一樣 什麼都發那個塑膠的好了 嗯 對啊 好像 大家都很睿智 大家開心就好 大家掰掰 下次就是 越南行的第三天錄音檔會上線喔 掰掰